好了 主播各位观众 透过画面可以看到 垃圾车上方篮起熊熊烈火 伴随现场消防车鸣笛声 场面十分惊险 好好的收运垃圾怎么会起火燃烧 事发在29号上午9点多 清洁车正在执行收运垃圾公务时 行经桃园中立高铁站前 清溪路和站前溪路交叉路口 驾驶突然发现车斗冒烟燃烧下的赶快停车 拿灭火器灭火再通报消防队 有民众把易燃的锂电池 或者是压力罐投入就这车中 青年人员初步研判 可能是民众丢弃的废弃物里有易燃物 像是锂电池 高压力罐 甚至是拜拜用的精止灰烬都有可能 详细原因还要等火掉出炉 环保局也呼吁民众要按照规定分类废弃物 避免引发意外